欢迎收看本周国际Plus欧洲观察 我是张允熙 本周加入我们的央视智宇 欢迎智宇 允熙好 大家好 我是智宇 好 先来看俄罗斯的部分 我们知道说乌俄之战现在进展到 是乌克兰开始春季大反攻了 那俄罗斯这边似乎好像是不是开始有点改变态度了 不能说他们怕 但他们开始递出橄榄枝了 对 其实现在包括是克里姆林公说 其实普京对所谓的和平方法 目前是保持开放的态度 而且还点名说马克宏要把这些善意列入考虑 因为他认为说其实现在俄罗斯是对外宣布说 他们其实可以考虑这些所谓的和平方案 但是反而是西方国家不愿意接受 当然就是来自俄罗斯的一个说法 还有他们的看法 毕竟大家还是担心说俄罗斯如果真的释出善意 是真的善意吗 还是只是一个讲讲而已 万一他们一边说释出善意 然后另一边打得更猛怎么办 没有错 尤其现在其实已经是乌克兰对外宣言出 他们开始展开了所谓的春季大反攻 所以现在大家很担心说 当然大家很期待说 这场战事最终可以在最少损伤的这个情况之下落幕 不论是最后谈判或是某一方取得胜利 但其实现在大家更担心说 以现在目前这么猛的攻势来看的话 尤其我们看到最近的新闻 包括克里姆林宫还有其他一些乌克兰的国土上 都开始出现大规模的这个无人机的轰炸 还有攻击事件 所以现在大家会非常希望说 虽然战争打归打 但还是可以把一般人民的损伤降到最低的情况之下 但其实现在也有非常多的看法 在这个战争上 其实他们认为说在2023年 也就是今年还是一个战争的态势 有可能到了年底这个战争才会慢慢的开始减缓 攻势减缓 或者是说逐渐迈上一个和谈的方向 因为其实明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年份 是2024美国要大选了 所以他们会很希望在2024年的时候 开始进入到所谓的和谈节奏 大家想看如果今天俄罗斯跟乌克兰最终有一定的战 双方都各自取得一定的战果之后 在今年继续打的状况之下 各地当然会希望说 我可以占领越来越多的领土也好 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他们各个国家的谈判资本 如果在明年2024美国开始要选举了 所以他说你看我帮乌克兰打下这么多 帮他们收复领地 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他们谈判的资本 所以一般来说 大家还是认为说在明年和谈的机会比较大 所以相对来说今年还是两个国家 还是有可能持续在交战 好那至于在乌克兰方面 我们就来看 乌克兰的国旗 特别是在乌尔开打的时候 大家都很熟悉 就是这个蓝黄的配色 那刚刚我们有讲到说 俄罗斯方面态度软化 那大家很担心说 他是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想法 或者是他们现在居然开始有一种 居然抓了这个蓝绿 看到影子就开枪 看到影子就开枪 他说只要你有蓝黄的衣服出现在公共场合的话 就会被逮捕 但是我觉得好笑的是 他们国家自己也有东西是蓝黄的 这边讲到说俄罗斯航太空军 他也是蓝黄的 然后俄罗斯的自由民主党也是蓝黄的 所以他们在圣彼得堡曾经逮捕一个黄蓝旗帜的民众 后来发现说这是太空军的旗帜 感觉就是好像是蛮搞笑的 对看到这个新闻会想到我们两个可能也会被逮捕 因为你是蓝色 我算是偏黄色 没错 我们这两个加起来可能会被逮捕 我觉得这有点无限上纲 或者是可以说是在战场上还在一个胶着状况 他们开始走一些这个文字域的概念 而且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比较心理战的概念 当然其实现在以俄罗斯的态势来说 我当然希望把这个乌克兰的气势越压越低 当然是越好 那在国内里头出现这两种颜色 当然他们的可能相关单位会觉得比较感冒一点 但其实我看到另外一个新闻 我觉得也蛮有趣的 我们刚才说 其实在俄罗斯他们对这两种颜色很敏感 但是其实在乌克兰来说 他们现在希望大家做一个手势 那就是这个手势 什么都不要说 因为其实现在乌克兰开始策划的绝地大反攻 其实现在他的态势还有他的进度 都是逐渐的在往前推进当中 所以他希望说一般民众你讲越少越好 由于现在已经是全民社交媒体的状态 你可能看到一个影片或是战事 可能有一些推进啊 或是有一些特殊的画面 你就会想要把它上传到social media上面去 所以等于说 其实乌克兰这方面认为说 他们认为这个讯息是越少露出 然后越少让这个俄罗斯的人知道是越好的 所以他们甚至希望大家尽量不要说太多 而且他们也对一些 之前有些防空系统急破炮弹的这种画面 他们也希望尽量不要留到这个社群媒体上面 他们还针对这些人有一些惩罚 就是希望说可以尽量维持整个乌克兰军队的攻击态势 确实从这个天气开始变好 大家都还没天气变好的时候 大家都在猜说天气变好 乌克兰就会开始大反攻了 因为认为说这个天气啊 包括这个土壤啊 比较不会这么湿啊等等的 但天气好已经好了大概两个月了吧 对 那乌克兰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大反攻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人知道 包括说像志宇讲的一样 他们都不公开承认 但是呢 最近的一个新的发展哦 是这个华尔街日报呢 有说他们在访泽伦斯基的时候 泽伦斯基说这个大反攻啊 是迫在眉睫 而俄罗斯方面说 这个大反攻早就已经开始了 我们看一下这一则报道 救难人员在倒塌的民宅 徒手开挖把握分秒 黄金救援时刻 这里是乌克兰中部城市 地涅伯罗 星期天再成为恶军 抛击目标 女子回忆飞弹击落当下 被重达60公斤的冰箱压住 动弹不得 不过已经算幸运的 成为废墟的民宅 摆上鲜花跟可爱布娃娃 因为这场攻击 一名两岁无辜女童 从此与家人天人永隔 隔壁邻居也受伤了 一波波飞弹攻势 又把乌克兰民众 推回恐惧当中 就连首都基辅 也不能在置身室外 基辅市场视察时 突然防空警报大作 跟着民众鱼罐进到防空洞 俄军再次攻击平民 被视为是想打乱乌克兰的反攻进度 只是泽伦斯基也公开表示 反攻一切准备就绪 就查最重要的关键武器 泽伦斯基接受外媒 华尔街日报访问 点出俄罗斯在前线 掌握制空权 世界上任何无法控制天空的攻击 都非常危险 因此他再度呼吁西方国家 可以提供更多武器 反攻迫在眉睫 但泽伦斯基表示 一定会成功 这场反攻外界高度关注 但就怕一个不小心 泄漏丁点风声 乌克兰国防部突然在推特上 分享一支耐人寻味的影片 整部影片没有任何对白 只看到前线士兵 用手抵住嘴唇 比出手势 显然是不希望反攻计划 对外曝光 要展开一场沉默大反攻 现在乌克兰士兵们 进入密鼓 展开训练 乌克兰士兵在北部展开 大规模直升机实战演习 作为盟友 美国内部对乌克兰的支持 也再次掀起讨论声浪 不过就怕美国军员 还是难满足眼前战场需求 现在乌克兰有越来越多企业 投身无人机制造 俄乌战争演变成科技战 而乌克兰反攻 肩上背负不能输的使命 除了向西方国家求助 也得靠自己 QBIT新闻综合报道 在讲到台海关系的时候 大家都会听到说 例如说大陆有招募 招募台湾的退降 或是渗透台湾退降 或台湾退降去大陆的时候 都特别敏感 现在德国居然出现类似的状况 因为大陆要招募 德国退役的飞行员 去训练大陆本土的飞行员 听起来好像 大陆难怪德国会跳脚 对德国当然会跳脚 而且其实可能德国政府 本来想要把这件事情低调处理 但是不得不处理 而且公开到台面上 主要是因为德国的明镜周刊 他们其实就做了一个 独家的报道 调查报道 他们就发现说 其实在很多德国退役的 这些飞官飞行员 最后都被延览到中国大陆 去训练他们的飞行员 就如同刚刚语系说的 而且一开始 这些可能退休的飞行员 并没有发现说事情这么严重 因为他们当时是被一些 南非的公司 或是纽西兰的公司招募 但最后辗转到了中国大陆 等于说 还有点转一手的概念 所以可能原本这些飞官 一开始也没有意识到 这么敏感 然后呢 其实他们有可能会有什么的隐忧 就是我们说中国大陆 为什么要找这些 德国的这些飞行员 主要就是因为 他们可能除了要希望 可以借账他们的一些 专业知识之外 也可能借机想要知道 德国的一些飞行战略 还有北约的一些相关的军事情资 因为其实很有可能 从这些飞行员的脑袋里头 都有可能在他教学的过程当中 套出来 不过到底 其实中国大陆给这些飞行员 什么好处让他们可以愿意 为中国效力呢 主要还是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他们给他的薪水 大概数十万欧元 这是明镜周刊说的 而且以德国的飞行员来说 大概他们41岁就要退役了 但想说现在人大部分都活到七八十岁 后面还有20年 他没有薪水该怎么办 只是以一般德国的惯例来说 他是薪水减半 可是他通常会再毁品 但是如果你没有接受这个条件的话 你可能在德国就会非常难生 所以等于说你知道德国 尤其是飞官 其实他的生活是非常优渥的 他想要维持他后面的生活品质的话 可能还是必须要到中国大陆赚大钱 所以这当然就是一个中国大陆 利用这些德国退役飞官的一个方式 但这件事也让德国方面非常挑战 甚至还当面就是跟中国大陆反应 但不过国内有很多的退役飞官 是去开民航机嘛 也许这个民航机的机师的薪水还不够高 所以他们才会选择说 还不如去大陆来赚这个教学的钱 那当然这个德国当着大陆的面来反应 但大陆方面其实没有否认 还想要淡化这件事情 主要还是希望说 他们还是认为说 这件事情是他们想要去做下去的事 可是我觉得这个场合其实蛮奇怪的 我必须要这样说 因为我觉得如果今天是一个你招募对方的这个退役飞官 已经是危害到所谓的国家安全了 这条红线其实已经非常清楚 照理来说 德国应该是要很严厉的 直接以一个非常正式的方式跟中国大陆反应 但其实这个场合是相隔离拉会议 然后国防部长跟中国大陆的国防部长这么说 当然其实当面说是有好处 但我觉得某种程度 他也是向他们的国内的这个相关的单位来调 再说我真的讲了 对方中国大陆想要怎么样 这不是我能控制的范围 我个人觉得有点不负责任 那我们再来看的是英国的部分 这个部分就是要交好了 他说英国跟美国在苏纳克上任之后 似乎这关系不是太好 所以他说要打破不合的传言 所以苏纳克要访美去跟拜登来见面 他们这个不合的传言到底怎么传出来的 现在去会人面以后真的能够打破吗 就大家很关注的 对而且呢为什么苏纳克要到美国去 大家想说他到底要做什么呢 所以我查了一下他的行程 对 目前公开的有什么 第一个他们要去看一场棒球比赛 OK 当然到美国不看棒球要干嘛呢 然后第二个他们会共同来讨论一下 怎么样支持乌克兰 然后对抗俄罗斯 但这个是现在国际共同性的话题 还有就是脱欧协议 当然在英国跟美国来说 基本来说没有太多实质上的进展 所以现在苏纳克希望可以各个击破 那既然你美国不跟我谈的话 那我刚跟你各个州去谈 可能未来要怎么做生意 有一些在脱欧之后 他们可以有什么样的生意上的进展 这是其中一个部分 还有一个媒体猜测 他们说苏纳克很有可能到美国去 是要为了游说美国说 要支持英国的国防大臣华莱士 就任北约的秘书长 这是目前大家可能听到的传言 那还有一个猜测就是说 因为其实现在英国就是积极的要对抗 所谓对付所谓的脱欧之后的困境 所以我们刚刚说他可能除了跟各州 有一些生意上的谈判跟往来之外 美国跟欧盟其实在过去 尤其在现在这个时间 但他们一直在讨论说 AI的监管问题 还有这个绿能补贴的问题 都是欧盟跟美国两边在谈 好像没有英国的角色 对英国角色没有了 所以他也许想透过这机会 也许跟美国来谈谈 这也是有可能大家在猜测的部分 好那倒是对于不合的部分 白宫是有出来否认 白宫否认的方式也是蛮有技巧的 他说拜登有爱尔兰协同 所以说两国的关系不错 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太花边了 对感觉好像有点欲盖迷章 若是你这句话来做表面上的解释的话 对那另外再来看 是法国的部分 法国这个球星 让我想到了C罗 因为C罗大家知道说 在这个世界杯之后 在世界杯快要结束的时候 就一直说他要去杀国 还说这个薪水多高 后来他就真的去杀国了 那现在新消息是说 C罗甚至还想要网罗梅西 一起去杀国 但今天的这个人 他叫做本泽玛 本泽玛还是蛮厉害的 他说他曾经跟C罗 在2010年代是最可怕的攻击线 但在2022年之后 他的声势就急转直下了 现在这个时候 就是他考虑也要去 沙尔地阿拉伯来比赛 不过他加入的这个球队友 跟C罗是不同的 他的薪水是32亿台币 也是很高 不过C罗是60多亿台币 对我觉得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我觉得他们可能想要赚一下退休金 因为我知道运动员的生命真的非常短暂 所以等于说 如果他们不趁这个时候转 什么时候转 而且其实沙尔地阿拉伯 感觉每次出手 还有开架都非常大方 而且其实现在 当然我们刚才讲说 这个本泽玛 可能被延览到沙尔地阿拉伯去 但其实传言说 包括克罗爱西亚的摩迪 还有法国的队长 其实目前 疑似也都是被沙尔地阿拉伯 这些国家延览的名单之一 我想C罗可能是开了第一枪以后 后面大家都想说 C罗去过得不错 他第二年还要留着 是不是大家都可以去 有一个 有钱大家赚的概念 对 没错 是一个仿效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